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穆子 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的是 英国首相基尔 斯塔莫与埃隆 马斯克之间的社交媒体大战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表言论 称英国内战不可避免 并称斯塔莫为双层基尔 这一事件凸显了政治领导人 在面对网络虚假信息时的无力感 也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民主的讨论 英国媒体监管机构Ofcom 以敦促社交媒体平台删除有害内容 并计划明年春天实施新的在线安全法 赋予Ofcom对未能删除有害内容的 科技巨头罚款的权利 斯塔莫可能会召集马斯克出席特别委员会 但这对硅谷的大人物们来说可能并不重要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 中国已向世界贸易组织WTO 投诉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征收高达37.6%的临时关税 称这些关税不公平地指控 中国政府对电动车产业的补贴 中国认为其对电动车产业的支持符合WTO规则 双方必须在11月前解决分歧 否则这些临时关税将成为正式关税 作为回应 中国也开始调查法国白兰地出口和欧洲猪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 波利耶夫的最新动向 他呼吁加拿大政府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及相关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 以保护加拿大的电动车产业 波利耶夫批评总理贾斯廷 特鲁多未能保护工人 并呼吁效仿美国总统拜登的做法 实施更高的关税 中国在加拿大电动车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几乎占全球电动车锂离子电池的80%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报道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在上任仅一个月后 就与全球最有权势的人之一龙 马斯克爆发了公开争执 这次争执源于英国街头的暴力骚乱 社会各界对于马斯克所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X 前称Twitter上蔓延的虚假信息感到担忧 马斯克不仅宣称英国内战不可避免 还将首相称为二级基尔引发了公众不满 首相试图缓和局势 但这次事件凸显了 即便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也无法对抗马斯克的力量 英国媒体监管机构Othcom 敦促社交媒体平台立即采取行动 删除有害内容 但新法律要到明年春天才会生效 这让英国当局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技术分析师保罗·佩斯卡托雷指出 这些延迟使得执法变得困难 而一些活动家则呼吁加强规则 以防止虚假信息的传播 Guardian报道 伊龙马斯克从一个慈善家变成了右派迷音的发布者 这一转变令许多人感到惊讶 马斯克最近转发了一条 关于英国暴乱者将被送往福克兰群岛拘留营的假新闻 这条信息在X上迅速获得了几200万次浏览 马斯克的政治观点在2020年左右开始转变 他在疫情期间频繁发布错误信息 并与事实核查机构发生冲突 马斯克的家庭生活也在这段时间陷入混乱 他的女儿维维安宣布变性并改名 这成为马斯克政治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 专家认为 马斯克缺乏原则 主要追求财富和关注 这使得他在极右派中获得了大量的支持 马斯克还宣布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主要支持共和党 这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的转变 Associated Press报道 中国政府周五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 反对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的关税 中国商务部表示 这一举措是为了维护电动车产业的发展权益 和全球绿色转型的合作 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高达37.6%的临时关税 理由是 这些车辆受到了政府补贴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中国则坚称 其对电动车产业的支持符合WTO规则 双方有迟到11月初的时间来解决分歧 否则临时关税将成为正式措施 中国的汽车出口在7月份有所增长 而国内销售则下降 中国商务部强调 欧盟的关税违反了WTO规则 并损害了全球气候变化合作 作为回应 中国已经开始对法国干液和欧洲猪肉进行调查 这引发了一些分析师对中欧之间 可能爆发经济贸易战的担忧 CBC报道 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 呼吁联邦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及相关零部件征收关税 美国总统乔 拜登在5月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新关税 同时还对中国制造的先进电池 太阳能电池 钢铁和铝征收关税 波利耶夫在安大略省汉密尔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通过大规模补贴钢铁 铝和电动汽车产业 意图摧毁加拿大的钢铁 铝和汽车生产 抢走加拿大的工作机会 波利耶夫还批评总理贾斯廷 特鲁多没有通过对中国电动汽车 零部件 钢铁和铝征收关税来保护工人 通用汽车 车辆制造商协会和安大略省政府 最近几个月都表示 加拿大需要与美国一道行动 铝业协会和加拿大钢铁生产商协会的负责人 也呼吁对进入加拿大的中国铝和钢铁 征收至少25%的关税 多伦多星报报道 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 呼吁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征收严厉的关税 并承诺如果他在下次选举中组建政府 将实行惩罚性税收制度 尽管特鲁多政府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政策 以保护加拿大新兴的电动汽车产业 免受中国竞争的影响 并与美国的做法保持一致 但波利耶夫的表态 标志着他在贸易和税收政策上的新常识 他表示 如果保守党上台 将对进入加拿大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 征收100%的关税 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征收50%的关税 对其他相关产品和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 并取消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的补贴 波利耶夫在汉密尔顿的一家钢铁厂发表讲话时 指责中国政府窃取西方技术 并利用劳动和环境标准的不弱点 《多伦多星报》进一步报道 皮埃尔·波利耶夫表示 如果保守党在下次选举中获胜 他将对一系列中国制造的商品 包括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 征收新的进口税 波利耶夫在汉密尔顿的斯特尔科钢铁厂前 宣布了这一消息 指责中国违反劳动和环境标准 以摧毁加拿大工业 他批评联邦自由党 拒绝效仿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做法 通过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来保护加拿大的利益 然而 财政部长克里斯迪亚·弗里兰德 在6月底启动了必要的咨询程序 以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及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材料和产品 征收新关税 目前 进入加拿大的唯一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是美国巨头特斯拉生产的 但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最近在加拿大设立了公司 并计划在这里推出产品 多伦多星报报道 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卡尔斯·普伊格蒙特 再次逃脱西班牙警方追捕 现已返回比利时 普伊格蒙特在巴塞罗那的一次公开露面后 迅速消失 引发了一场戏剧性的逃亡行动 他在演讲结束后 迅速进入一辆白色汽车逃离现场 警方追踪失败 普伊格蒙特的律师证实 他现已回到比利时的滑铁卢 加泰罗尼亚地区警方 对此次行动的失败进行了辩解 并表示将展开调查 普伊格蒙特的逃亡行为 再次让西班牙执法部门陷入尴尬 美联社报道 德州的教育工作者们表示 疫情期间开始上学的学生 在学习上遇到了更多困难 第三年级的学生 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落后 学区不得不聘请阅读专家来帮助他们 疫情期间的中断 影响了这些学生的早期学习经历 导致他们在基础技能方面存在缺陷 研究表明 这些学生在阅读和数学上比疫情前的同龄人落后 教育专家呼吁更多的资源和数据收集 以帮助这些学生赶上进度 并建议德州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和高影响力的辅导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纽芬兰的一名女子劳拉 李格劳奇在托尔贝就出了一名陷入燃烧汽车的司机 他描述了当时的惊险情景 当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几乎撞上他的车后 撞上电线杆并起火 格劳奇迅速冲出车外 用力踢开挡风玻璃 拉出满身是血的司机 几秒钟后 汽车被火焰吞没 警方随后逮捕了这名涉嫌酒驾的司机 并对其提出多项指控 格劳奇仍然对这次经历感到震惊 并呼吁人们不要酒后驾驶 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BBC报道 一名被禁驾的司机乔纳森 沃尔什因在康沃尔郡的一次高速公路追逐中 撞上警车而被判入狱两年零八个月 他此前因偷窃朋友的ODQ7 并在警方追捕中撞毁车辆而被判缓刑 然而沃尔什违反了缓刑规定 不仅违反了对前伴侣的限制令 还在禁驾期间驾驶并发生车祸 法庭听取了他的认罪后 决定激活他之前的缓刑判决中的20个月 并额外判决新的刑期 法官指出沃尔什有操纵行为 并且有着令人震惊的驾驶记录 尽管他在缓刑期间表现出一些进展 但他选择无视法庭命令 Yahoo US报道 Meta被认为是目前最值得关注的七大科技巨头之一 Windshift Capital创始人 比尔·布莱恩指出 Meta在广告业务方面的优势显著 其第二季度的财报表现优异 利润同比增长73% Meta的应用家族 Instagram、Facebook和WhatsApp 收入达到387.2亿美元 超出预期 尽管Meta的股价在过去一个月下跌了4% 但自8月1日财报发布以来 已上涨7.5% 相比之下 其他六大科技巨头 苹果、特斯拉、谷歌、亚马逊、微软和英伟达 近期都面临负面消息 股价普遍下跌 特别是特斯拉在第二季度表现不佳 而苹果则因沃轮 巴菲特大幅减持 而受到市场负面影响 南华早报报道 英特尔在中国大陆 推出了一款新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 以支持中国车企的车载AI项目 该公司宣布 这款名为 R-Graphics for Automotive的GPU 将于明年在车辆驾驶舱内投入商用 英特尔汽车部门副总裁兼总经理杰克 维斯特表示 中国快速发展的电动车市场 和先进技术的采用 使其成为测试新一代技术的理想场所 新芯片将支持车内运行大语言模型 LLM和本地生成AI应用 英特尔此举反映了对计算能力需求的增长 尤其是在日益复杂的车辆驾驶舱中 英特尔还在加深与中国的合作 尽管面临华盛顿的压力 去年7月 英特尔与深圳南山区政府 联合启动了大湾区创新中心 专注于AI和边缘计算技术 英特尔表示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5%以上 并暂停第四季度的股息以削减成本 电讯报报道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发布法令禁止埃隆 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X 前身为推特在该国运营试天 这一举动源于上月委内瑞拉有争议的选举后 马斯克与马杜罗之间的激烈言辞交锋 马斯克称马杜罗的连任是骗局 马杜罗则指责马斯克煽动仇恨 法西斯主义和内战 这场争执使马杜罗宣布 自己以51%的选票赢得7月28日的总统选举 而反对派声称他以超过2比1的比例输掉了选举 马斯克立即在X上发帖 称马杜罗进行了重大选举欺诈 并将马杜罗的智力比作驴子 随后 马杜罗在国家电视台上挑战马斯克进行决斗 马斯克也接受了挑战 这一临时禁令标志着马杜罗对社交媒体公司的又一次打击 他还呼吁支持者放弃使用WhatsApp 转而使用Telegram或WeChat 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反政府抗议活动在委内瑞拉国内外爆发 要求马杜罗下台并尊重反对派候选人 埃德蒙多·刚萨雷斯的胜利 然而马杜罗仍然在位 委内瑞拉的选举机构尚未公布投票结果 安全部队迅速镇压了抗议者 逮捕了2000多人 雅虎财经报道 尽管壮丽七大股票在八月市场波动中表现不佳 但投资者不应轻易放弃 Windshift Capital创始人比尔·布莱恩 建议在当前市场条件下精准选股 他认为Meta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布莱恩指出 互联网广告市场巨大 Meta在这一领域的控制力最强 Meta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 其收益和收入均超出分析师预期 利润同比增长73% 其应用家族 Instagram Facebook WhatsApp的收入达到387.2亿美元 同比增长约70亿美元 尽管Meta的股票 自8月1日财报发布以来上涨了7.5% 但在过去一个月中仍下跌了4% 与Meta不同 其他六大股票最近遇到了各种负面消息的压力 NVIDIA推迟了新AI芯片的出货 特斯拉第二季度表现不佳 Alphabet表示需要更多时间来采用AI 微软的AI结果未达到预期 亚马逊则警告消费放缓 布莱恩还提到 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大幅削减了其在苹果公司的持股 这给市场带来了负面信号 电讯报报道 1975年雪铁龙 CX是英国市场上最古老的幸存车型之一 尽管相对于其前辈DS来说 CX长期以来被忽视 菲利普 汉森拥有的1975年2200 Super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英国市场CX CX是由罗伯特 奥普龙设计的最后一款雪铁龙车型 其横置发动机和凹型后 窗设计提高了空气动力学性能 CX于1974年8月26日发布 并击败了大众高尔夫 MKE和奥迪50 成为1975年的年度车 最初的车型阵容包括2000、2200、Super、Palace和Safari旅行车 2200、Super的售价为3775英镑 比罗伏2200、TC和凯旋2500S更昂贵 尽管如此 CX凭借其独特的设计和卓越的舒适性 赢得了广泛赞誉 汉森的2200、Super于2019年购入 并在2022年通过了MOT测试 展示了这款50年老车的非凡状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apbook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